大家好 今天我用自家种的南瓜做南瓜饼 把南瓜的种子去掉 切成段 放入蒸锅里 蒸15分钟左右 用筷子插一下 南瓜熟了就可以出锅了 因为南瓜是带着皮 所以我就用刚买的多功能搅拌机 来搅拌一下 效果会更好 我用它带的三个之中 最大的容器 1.5升的 前面有一期 我详细介绍了这个搅拌机 简单好用 易清洗 想买的朋友 可以在说明栏里 看具体的面接和折扣 搅了20秒后 倒入盆里 再分次放入糯米粉搅拌 因为我放半个南瓜 大约有两磅左右 所以这一磅糯米粉都放进去 又放了一小碗中筋面粉 老公喜欢吃甜一些的 所以又放了两勺糖 揉好面后 饧20分钟 在气炸锅篮里 刷一层油 不想再蘸面板 所以就用手把它弄成小饼 剩余的面团 可以用塑料薄膜盖上 放在冷藏室里 每天早晨 现吃现烤 或者是用油锅煎一下 都是可以的 只是油锅煎 油烟比较重 而且油比较多 所以用气炸锅烤 要好的多 放入气炸篮后 先刷一层油 再刷一层蛋液 这样做的目的是 为了表面不要烤得太干 放入气炸锅 设置350F度 烤15分钟 中间的时候 翻一下身 把另外一面 也涂上一些蛋液 也是为了表面不要太干 没有预热的情况下 烤了15分钟 南瓜饼烤得特别香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再见